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BA发展联盟点燃队 曾凡博有资格参加2022年的NBA选秀2017年 他前往美国 打球18-20年期间 他都被评为四星高中生球员曾凡博 于去年秋天承诺加盟钢萨加大学但有消息称助理教练 康米劳埃德的离开 是曾凡博决定加入发展联盟的主要原因 近期劳埃德成为亚利桑那大学的主教练 因为劳埃德主教练在招募曾凡博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他的离开也让曾凡博担心自己在钢萨加大学得不到出场时间 曾凡博将加入点燃计划该计划在20-21赛季首次出现在发展联盟 去年点燃队签下了多位顶级高中生 其中杰伦格林和库明嘉是今年选秀中的潜在潜舞 热门曾凡博出生于2003年1月 身高2.06米 体重86公斤 在场上四直前锋 2019-20赛季 曾凡博场均为温德米尔高中 得到15.5分7.2篮板 2.6盖茂2.1 助攻其中三分 命中率高达46% 2020年 曾凡博入选U18国卿南篮集训队 在ESTN公布的2022届全美高中生排名中 曾凡博排名全美第34 星级为四星作为一名夺手 将曾凡博的身体素质出色他的控球技术 尤为娴熟能够自主运球 创造投篮空间 并且攻守转换过程中 他能长途奔袭终结进攻 而且热衷于身体对抗的他 格仁暴扣也是手到擒来 而且阵地战他的进攻手段 同样多样化能够急停中投 也能在三分线外摆布穿扬 但是曾凡博 最大的缺点还是对抗能力 有些不足他的身形 还是有些单薄 尽管脚步移动速度快 但是遇到力量型风险时 他还是有些束手无策 本次放弃NCA加入NBA发展联盟的队伍 对于曾凡博来说 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在疫情相对而言比较良好的局面下 更多的比赛 也有给曾凡博提前适应的机会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